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下午公布 台湾新增两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为7例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介绍 新增的两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均为居住在武汉的大陆级70多岁女性 今年1月22号同行抵台观光 于1月25号出现发烧症状就医 收治医院随即通报并安排负压隔离病房 经检验今天确诊 患者目前病情稳定 据统计截至目前 台湾地区累计通报530个病例 含7名确诊269名排除 其余正隔离检验中 7名确诊病例病情稳定 持续住院隔离 除第6名及第7名确诊病例接触者待追踪外 其余5名确诊病例接触者共计470人